葡萄酒 预防白内障 白内障对数百万人口的势力造成威胁 但最近英国一项研究表示 喝葡萄酒可以预防白内障发生 尤其是红酒 有助于降低需要白内障手术的可能 研究发表在眼科学杂志 Journal of Thymology 白内障手术是治疗的唯一方法 白内障的症状包括炫光、腹势、对比敏感度降低 视力昏暗或深度感知能力较差等 可能导致日夜间阅读或驾驶交通工具时困难 白内障手术是治疗的唯一方法 对于改善视力而言 是具有低风险、快速而有效的方法 那么饮酒会减少罹患白内障的几率吗? 为了找出答案 伦敦大学学院眼科研究所研究员 Sharon Chua的团队追踪了49万名英国人的健康状况和生活方式 适度饮用白葡萄酒或香槟 离病率降10% 再考虑到会影响白内障风险的因素 如年龄、性别、种族、社会经济、体重、吸烟和糖尿病 之后,研究人员发现 每周饮用大约6.5杯葡萄酒 需要白内障手术的可能性比较小 与借酒或饮用其他酒精类型的人比起来 可能性更降低了14%到23% 与不喝酒的人相比 适度饮用白葡萄酒或香槟的离病率降低了10% 喝啤酒和烈酒的离病率分别降低了13%和14% 如果是几乎每天喝啤酒或烈酒 则没有明显关系 饮酒与白内障间有关联 不能直接证明因果关系 研究还发现 不限酒精类型 每周饮酒一至四次的人 白内障手术的风险分别降低了7%和6% 但对比几乎是每天喝酒的人 只有5%和6%的人进行白内障手术 研究人员指出 这项发现并不能直接证明因果关系 仅能显示出饮酒与白内障之间有许多关联 Sherenture说 白内障是由于老化过程中受到氧化压力逐渐破坏导致 因此 葡萄酒中的抗氧化剂可能有助于解决这项问题 为参与这项新研究的美国纽约 Great Neck Northwell Health的眼科医生 Matthew Gorski博士则认为 虽然白内障是造成视力丧失和视力模糊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才能确定 健康生活编辑部